欢迎收看悠悠拳攻略 我是主持人雪桥 最近加州又开始实行居家避议令了 但是我们悠游的小马达不会就此停止 接下来我们会重温加拿大西北地区的优美风光 会带着大家一起到这个离北极圈最近的地方 来一同领略北国风光还有当地的风土人情 欢迎大家来到 作为最接近北极圈的地区 加拿大西北地区的耶洛奈夫 不仅是世界上唯一每年可观测激光次数超过250次的地区 被美国国家宇航局评为全球最适合欣赏北极光的地方 同时还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激光追踪天文台 从夏末到第二年春天都有机会在这里发现激光 正是得天独厚的极光资源 每年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到此追光 也正是出于对极光的热爱 有一些人选择留在耶洛奈夫 成为极光猎人 在刺骨的寒夜里耐心等候 只为留住极光短暂的美丽 你还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到激光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第一次看到激光的时候是二十两天 在朋友家的门后看到 然后我就看到很漂亮的 我就爱上跟他们拍照 我自己一个人出去拍照 进去的很远很远的地方 因为在当场这边看有极光的时候 拍照出来都没有那么好看 所以我记得有一些地点 很漂亮的地点我会自己去 我的经验来说看到好的激光的 一个月大概有两三天 我们现在那种极光啊 你放一条你把它拍完 你来 好 我当初不是 是我的兴趣去拍照的 然后有一些朋友说 我带他出门出去看激光 那么开心拍照那么漂亮 然后我就他们叫我去办一个公司 去带他们去追光这些 然后我就开始开得越来越多人了 我们的拍照是不受钱的 激光给我 哇 幸运 还是给我裁裤 很多人说你看激光那么多年 哎呀你应该看宴啊 每一天看的不同 每一天同的人不同 说的话不同 每一天给我动力的就是 激光跟客人 虽然伊勒奈夫的常住居民不足一万人 但作为加拿大西北地区首府 伊勒奈夫不仅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还保留了许多北极圈居民的文化生活习俗 更有土生土长的本地激光猎人 通过旅行的方式传承祖辈原住民文化 与世界分享家乡 很多人声频道让國业 的更远的外农市 南南南南野 南南南南沿香港 什么人唯一 南南南南南 N 再后到奸会 Бien 剃辣 follows the first nations 100% from the Northwest Territories my whole life has been here raised by my grandparents in the traditional Dene lifestyle I was raised in a tent like this with my grandmother my grandfather at nighttime this is a very familiar sound for me -40 below Fahrenheit 我们的兄弟和我 我们的工作是 把外面的浴室 把雨上的浴室 全面的浴室 把浴室的浴室 然后我们的浴室 保护我们的浴室 用水的浴室 最重要的是 我们在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一直在工作 我们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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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飞龙的祖先从蒙古迁驱到北美洲 在伊洛奈夫扎根生活 随着世界现代化的深入 电子科技占据着大部分年轻人的生活 祖贝龙认为远离城市喧嚣的伊洛奈夫 保留着最纯粹的宁静和简单 我喜欢冰水释 我喜欢冰水释 用时间使用手带来做一些小贴 小传统 非常好 外面刮木 外面刮木 在外面刮木 我可以说 第一个旺花 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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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eh find and the land and we'll die for that we'll fight for that we have so many flights now coming in so if you're in California two flights I was in San Francisco one time I went from San Francisco to Calgary to Yellowknife wow one connection I was in the only front light I was in a whole different world from the ocean in California to the Arctic and to one stopover you know so very accessible nowadays very accessible you can almost do a weekend package we can get away I mean you can just 也正是这份对本土文化传承的责任感 祖飞龙开发了许多可以让世界更了解这里的活动 下周 《优如全攻略》将继续在伊朗奈夫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